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爷爷奶奶来照顾 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会请个保姆 或者是去照顾中心 那这样子直接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我们平常也都在上班在忙 然后当我们有时间 跟这个小的相处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时候可能 就会去避免那个管教的问题 而太过的溺爱 那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我刚刚讲过 我们生活在这个处境里面 每一个家庭面对的环境 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在今天的这个 高生活水准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用高所得来 平衡它的时候 有的时候夫妻一同工作是必须的 那么在谈到夫妻共同工作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事情 先做一个事情 就是夫妻两人坐下来 身上看吧 我们的所有的开销支出 是按照什么做标准 是以这隔壁家的生活条件吗 还是以什么做标准 我们缺乏一个人出去工作 是不是真的让我们的家庭 也不能够运转 有没有一些开销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方面可以留在家里面 照顾孩子是第一优先 那是最理想的状况 那这个理想状况 由于少了一份收入 有可能我们的物质生活上的品质 会相对的做调整 那我们看不看见 这个是需要的 这是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有些要考虑 因为我发现现在有一些 家庭的开销各方面来讲 其实已经到了 不必要那样子的浪费 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精简一点 今天有的时候 年轻人刚刚出来做事 一下子就想享受别人 已经工作三四十年的成果 那不一样啊 今天有很多人的生活上的条件 是因为他累积了那么多年的 工作努力之后 创造出来的成果他在做 那因为今天才刚刚大学毕业 才刚刚结婚 我就希望一样达到那个地步 结果造成我生活里面过分的一个开销 今天credit卡都有 大家随便刷卡 刷卡完之后为了那个 要付那个钱在后面去拼命去努力 这部分先要做调整 否则的话你整天就活在一个忙碌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忙碌 很多东西又花出去之后 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定要双方面 共同出去工作 才能够支持家庭需要的时候 那么同样的家里面的事情 就共同分担 今天有的时候会变成说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工作 可是回来还是太太一个人做 丈夫太累了 看报纸了 看电视了 就去就去 你既然是共同出去工作 就回来共同share那个家庭工作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到 因为不得已我们只好出去工作 但是神还是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呢 那孩子怎么办呢 白天你只好交给别人去带领 那我们跟他的时间已经够少了 回来我怎么样分配我这个回来的时间 这段休息的时间 下了班之后回到家 这段时间怎么分配 我还是拿去满足我个人的欲望啦 欲望啦 happy啦 或者我的喜好啦这些东西去做呢 还是说我看中我们家的需要是第一优先 那家的需要什么 有那么多的家务要做 有人做饭 有人要做菜 有人要洗碗 有人要决定家庭 有人要跟孩子互动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方面做出一个持续的安排 那也就是说在这种处境里面 我个人的喜好放到后面去 不是说不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先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去做 不是说回来之后那个办法 孩子赶快哄完睡就完了 关心他跟他互动 陪着他一下 对不对 至少要去补充这个嘛 量上如果不足 至少值上要提高嘛 这是我们该做的 我现在看见有的时候 我们请父母亲来帮我们照顾 这个好事 这个是大家庭里面的一个好事 有些父母也很愿意 为我们年轻的孩子做这件事情 但你不可否认一件事情 今天隔代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啊 就是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祖父祖母对儿子 祖父祖母 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 管教是比较严格的 对孙子放松了 啊好玩嘛 可爱嘛 一方面自己年龄也大了 含一弄孙了 常常有的时候就放弃原则 配合就好 其实责任还在我们嘛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不管你交给父母亲也好 还是你请别人也好 我相信那样子的关顾 还是不及我们做父母亲自己要做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回来之后的时间分配 大家要想清楚 夫妻两人想清楚 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存在那种 第一优先的那样子的 在家里面全时间照顾 还是可能性 那我们就要回头出来 我们共同商量 那么回来之后怎么做 我们个人想做的 个人想看的事情 看电视了 看连续剧了 还是现在看韩剧了 这可能就不是第一优先了 那我们大家来商量嘛 家事 你做饭我洗碗 或者我就 你在做饭的时候我就去整理房间 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 亲子时间 我们都在一起 对不对 周六周日 我们尽可能地花时间 跟孩子在一起 补那个不足嘛 那这个总是我想往前行的一个方向 那你也不要觉得说 孩子们 哎呀那我们就不是属于第一优先的了 人家家庭里面 单亲赚钱都可以支持 我们就不行 我们就 就比人家矮半截 不必 不必这样想 每一个孩子成长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都有不同的装备 对不对 我们今天也看得出来 从小什么事情都安排得 好好的长大的孩子 未必将来成就会比那个 从小在很艰困的环境里面 长大的孩子 神粮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在什么里面做 但是在那个处境里面做到最好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 可能没有perfect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我们的处境里面 做到最好 夫妻也不要因为这样吵架 要多付出 还有一个要养成一个习惯 不要因为谁钱赚的多 在家里面声音就不一样了 那种态度 每一个人钱赚的多少 我情况来讲不是重点 你成长的过程里面 你这一生装备你多少能力 赚多少钱 你可能跟别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啊 常怀感恩心嘛 不要以为自己钱赚都就了不起了 钱赚的多感恩 钱赚的多懂得去帮助那个 钱赚的不多的人 你如果觉得自己能力真的是那么强 那就多做一点嘛 不是说我能力那么强 我钱赚进来之后 其他都交给你了 不是 你既然能力强 圣经告诉我们说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要保养故习嘛 要建立她嘛 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嘛 有的时候太太赚的钱比丈夫还高 不要看不起丈夫啊 也许个人的机运不一样 机会不同 结合在一起 去互补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做事 那么不做事的这段时间 怎么样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 把那样子的一个空间营造出来 仍然对这个家庭整体 共同成长 注意当你有孩子的时候 家里不但是两个人 孩子不是附属品 不要把他捧上天 但是也不要把他忽略掉 好好地在神的恩戒里面带领他 从小让孩子建立起一个正确的一个品格 或者我们讲性格 是他一生蒙福的关键 今天的父母亲有一个错觉 认为我只要装备孩子赚钱的能力 我就是好父母了 我们在北美 看见有些父母亲到了美国来之后 孩子学校一放学 他专门做一件事 就把孩子送这个补习班 他就整天开来开车来 孩子送去之后 下面还有一个补习班要送 他就坐在车上等 我们都觉得我们负上很大的精力了 我们都觉得为了孩子 我们已经摆上我们一切了 可是现实生活是什么 一个家庭是否幸福与否 赚钱的能力 不是不重要 但它不是唯一重要的 今天北美有看见多少家庭 在经济上没有问题 可是夫妇两个人无法相处 我在北美做这么多婚姻辅导 从来没有碰过一对是因为 没有钱呢 我们弄到后来 贫贱夫妻百思哀翻脸了 没有 都是 极多都是生活条件很好 可是两个人无法相处 问题在哪里 在品格 在个性 而品格个性是从小养出来的 今天做父母亲的花多少时间 在孩子的品格塑造上下功夫 这是我们要去检讨的 我们专门训练他赚钱的能力 这不是不好 这也不是错 但是这不完美 不完备 因为缺了一大块 今天已经看见出 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是什么样子 在生活条件上被满足 基本的生活条件被满足之后 决定幸福与否的 是你的品格 而不是你的金钱 你说我连保暖啊 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做不到 那当然有它一定的困难度 那家庭很难在那个情况之下 说有多幸福 但是一般的生活条件你维持住了 你不要等于跟别人比来比去 基本的生活条件维持情况之下 幸福与否的关键是品格 那么 品格从什么时候养起呢 学龄前就开始已经在预备了 谁做这个工作呢 父母亲 求生给我们智慧 看见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而不要一直在价格里面打断 好吗 感谢神了 谢谢牧师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 在这个世代用我们的生活见证 来见证我们的信仰 圣经 神的话 生活里面大小事件 都有标准的原则在这里 照着去做 神赐福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去 虽然是基督徒 仍然用世界的标准 要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那你就要承担结果了 以色列人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在恩典之中活在自己里面 最后他们就失去恩典 我们要在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 我可以做完 那些事 我可以做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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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